為何手鏈浸到水中 那麼多泡泡 明明我都沒有放洗澡液在裡面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日會準時十二點鐘和你見面 有些粉絲問我Peter Sir 我的水晶手鏈浸水時產生泡泡 我的手鏈是否水晶水是否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水晶的晶體或內包物和水中的礦物質 發生化學反應的標誌 晶石的表面不是光滑沒有裂縫 所以內包物和水發生化學反應是完全正常的 水晶表面是會有一些微小的凹凸不平的紋路 根據相似相容的原理 只有放置在水中一段時間之後 原來凹凸的位置就會產生空氣在晶體周圍形成出來 所以就會看到一些Bubble或裂紋 裡面產生一些現象 因為被水的壓力作用侵蝕了 然後空氣被水填充了 然後空氣暫時未完全跟水晶分離 所以看起來水晶表面會黏著一粒的氣泡 等到時間再長一點的時候氣泡就會分離 最終水晶的凹凸不平的表面就會被水份接觸填充了 好了很有趣的這個現象之後再做一次 為何沒有這個現象 為甚麼呢 因為你已經將它裡面的空氣分子迫出來 就不會見到這件事了 大家要記一記 你如果想去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記住不是所有水晶都可以浸到水的 例如孔雀石這些不能浸到水 又或者藍銅燙也不能浸到水 否則它會影響裡面的礦物 又或者這些紅紋也不能浸到水 因為它影響裡面的分子或者色會啞曬 所以大家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要分哪些可以浸到哪些不能浸到